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样子 我马上就要走向人生的巅峰了 小易 虽然朱大屯是属镇天的手下 但是他现在的处境也挺可怜的 而且他不过是傻乎乎的被属镇天利用 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 谢志 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请你现身一剑好吗 还能不能让我好生休息休息了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 我的天哪 这神兽怎么成天都在睡觉呢 真是太不靠谱了 说吧 凡人 你呼唤我所为何事 如果我答对了这一题的话 能不能在那边的天平增加一枚砝码呢 你是傻瓜吧 你为何要这么做 虽然我们再答对这一题 就可以顺利通过这一关 即便我和朱大屯是对手 但是终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宽大的胸怀 果然是被苏仙选中之人 但是我不能答应你的邀请 为什么呢 谢之大哥 你不是也赞同小一的想法吗 虽然如此 但是我作为代表公平正义的神兽 做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原则上 除非 除非什么呀 除非你们两个天平交换现状 这样才能符合公平交换的原则 你可要想好 我愿意交换 你为何如此坚定 只要冷静思考 即便处于劣势 也有希望把法马赢回来 但是生命却只有一次 如果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可不是我小义的作风 我敬佩你的善良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便实现你的心愿 不要啊 小义真是个坑人的熊孩子呀 现在你可以回答问题了 什么时候零比二大 二比五大 零比五大 我待会就知道你 也变得没想到 所以你难听 理由小义 所以我还没说 你还没说 这一次 你不再没说 楠平 没说 你能不能�urt 对 不过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你的善良在这一关已经得到了印证 小义你兼具智慧与善良两点 因此本关卡考验结束 你们即将进入下一个考验关卡 祝你们好运 小义 我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吓死我了 这么刺激 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 平衡目 难不成让我们表演杂技 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既然是考验 那就肯定不会是字面上这么简单的 什么 平衡目还简单 胆小鬼 平衡目都怕 胆小如鼠 胆小如鼠 他咋还这么乐呵呵的 你不知道 我就是一只老鼠吗 那么小的支点怎么可能站得稳 而且那木头还是圆形的 这关可就是我们老鼠的天下 啥圆木我都能站稳 第三关 团队平衡目 需要两名队员站在平衡目的两端 相互找到平衡目的平衡点 然后在平衡目上完成各项任务 获得几分多的队伍胜利 原来不是一个人上平衡目呀 看来这一关是要考验团队精神 请各位坐海准备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可不想掉下去啊 小依也冷静点 我们两个人体重差不多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平衡点的 你越慌我们越容易掉下去 好险啊 好险啊 各自准备好第一项挑战即将开始 好险丁哥 这待遇真好 还有帽子发 我戴着是不是又英俊潇洒很多 长得那么磕尘 你哪来的自信呢 怎么把我的小熊帽给变没了 这么牢固 不会是浇水沾上去的吧 吵死了我才不要带呢 这应该是接下来挑战用的道具吧 这也算道具啊 神兽限制也太空门了吧 吓我一跳 扎气球比赛 扎住相应颜色的气球将获得清分 扎气球呀 这个我最拿手了 别高兴太早了 这天花板上的气球 离我们头顶的针还有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跳起来才能扎到它 但是我们一旦跳起来 想要稳稳地落在平衡木上面 就需要相互之间配合默契了 必须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才行 放心吧 咱们可是灵异组合 是最佳拍档 一定能顺利过关的 这次是个人的词 再来一遍 运往 冰箱 再来一遍 这次是个人的词